我和老公在一起三年 有个一岁的宝宝 刚开始过得很幸福 但自从我怀了孕之后 一直到生孩子 我们争吵不断 更严重的是 有一次吵架 他居然说让我抱着孩子走 我当时还发着烧 身上也没有钱 他就这样对我们不管不顾 我是不是该放弃这段 即便是争吵的时候 因为愤怒蒙蔽双眼 但是当情绪退却的时候 我想是个男人内心 都应该有一丝愧疚 无论对你有任何抱怨 让你走 他都不应该迁怒于孩子 如果这一切都不在乎 都是因为他知道 你对他强烈的依赖 那么你不应该是先放弃婚姻 而是应该先尽早独立